另外一个组合逻辑电路 是用来决定它的输出 我们叫做output logic 这个输入有几个bit呢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输入只有一个bit 我们就叫做x 就叫做input x 所以这个input x 这是x Next logic的输入有a 有b 有x oplogic的input也是一样 有a 有b 还有有x a b x 这是a b x 好 那Next logic的output是下个状态 下个状态我们就简写成na跟nb 这叫na 另外一个叫mb 那output呢 我们就叫y 是现在在教里面做的这个步骤 做出来的最后的结果 就会跟课本的电路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说课本的电路要不要背 完全不需要背 第五章需不需要背 完全不用背 完全不用背 你只要知道原理 就可以导出来 好了 这个是电路的整个 这个叫block diagram 这叫做区块图 电路图block 这每个都是一个block 一个block 大幅 block diagram 这个叫做state diagram 这叫状态图 里面都是状态 有了state diagram之后下一个步骤 就是要导出state 整齐设计 table 叫导出状态转移的表 也就是这个sequential circuit的这个 正值表 这个current step 我们就叫A跟B A跟B 好 没地方画 我写小一点 A B X 这是input output有NA NB 跟Y 然后 ABX 你就照着Binary的顺序把它填出来 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OK 再来看图说故事 AB是00吃到0 00吃到0 回到00 下个状态是00 输出0 00 输出0 在00这个状态吃到1 下个状态是01 输出0 下个状态是01 输出1 输出0 接下来是01这个状态 01这个状态吃到0 回到00 下个状态是00 输出1 再来是01 再来是01这个状态吃到1 01这个状态吃到1 下个状态到11 输出0 看懂吗 再来是10这个状态 10在哪里 在这 10这个状态 10吃到0 10吃到0 回到00 输出1 10吃到0 回到00 输出1 那10吃到1呢 110吃到1 下个状态还是10 输出0 再来是11吃到1 再来是11吃到0 11吃到0 下个状态到00 输出1 那最后是11吃到1 11吃到1 下个状态是10 输出0 有没有 看到吗 这个state 承息讯table已经推导出了 有了这个table之后 你就可以用卡诺图 或用布林怠数决定 NA NB 跟 Y 的 function 譬如說 NA 老師畫一個 你畫兩個 譬如說 NA A B X 這個是 A B X A bar A V bar X bar V bar X V X V X bar A B X V bar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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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我已經畫出來一個囉 對不對 L B A跟B 先做ALL 再在X 做AND 對不對 好 MB跟Y給你自己畫 MB跟Y給你自己畫 畫完之後把電路圖畫出來 畫出電路圖之後對照課本的那個 5.15的圖 為什麼Moodle今天都進不去 Moodle是整個當調 真的 滾了老半天還是滾不進去 你們的手機可以上得了Moodle嗎 為什麼這邊電腦上不去 還是網路不通 沒有我只是要把 我只是要把課本的5.15的電路圖秀出來 讓你對照老師畫出來的圖 跟課本的圖有沒有一模一樣而已 它不會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線路圖是接起來是一模一樣 只是擺放的位置不太一樣 但是功能 它的整個功能 Functionality是完全一致的 也是有的 它是有的 在馬上的廚房 所以才對著我 要是輸出的 在馬上的廚房 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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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是有的 是有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們坐到那麼後面看得到嗎 應該看不到吧 這就凸顯出來上課跟去演唱會是不一樣 演唱會大家都想要到搖滾區 上課大家都越遠越好 程式設計是學習還是C++ 很重要喔 那個吸引員很重要喔 這個 業界還是很需要會吸引員 真的喔 可是我有開啊 奇怪 就過來 因為現在 AI盛行 大部分的同學 大概對Python都熟悉 但是對C就比較不熟 事實上 這個業界需求量很大 所以你們還是要好好地 把C語言學好 行有餘力 學完C語言 就開始自學C++ C++ 這對各位絕對是有 決定性的影響力 真的 我有學生Python很強 真的非常強非常強 但是在應徵 園區的工作的時候 就有點挫折 因為他們要的是C跟C++ 因為效能上 C的效能跟C++ 不知道效能還是 遠大於Python 好 這個要自己要 其實學語言這種東西 不用靠老師教 不用靠老師教 自己學 自己寫程式是最重要 或者像老師大學的時候 只有Basic 你們有聽過Basic嗎 沒有 Basic Pascale 你們大概都沒聽過 Assembly Assembly現在大部分都把它變成選修課 一直到我快畢業那時候才有C出來 所以 走這條路 走電機資訊這條路 基本上就是要培養自學的能力 就是你要有自學的能力 不用靠老師教 自己學 自己學還要學到很專精 那怎麼學到很專精 其實沒有不二法門 就是遇到問題一定要找到問題的癥結點 你要知道這個問題是怎麼產生的 這樣你就能夠去掌握它 像老師自認為我對C很熟 我對C就很熟 我可以掌握得很好 不然隨便你們問什麼問題 應該問不到我 怎麼進去 細源最難的地方在指標 韓式 指標 指標通了人都二麥就通了 指標有一顆星星的指標 有兩顆星星的指標 有三顆星星的指標 知道差別嗎 有四顆星星的指標 我講完 你如果能夠聽懂 就表示你的悟性很高 一顆星星的指標 是用來儲存一般變數的記憶體位置 兩顆星星的指標 是用來儲存一顆星星的指標變數的位置 三顆星星的指標變數 是用來儲存兩顆星星的指標變數的位置 大家有聽懂嗎 這個很重要 這是嚴格定義的 那為什麼要學指標 傳遞參數給韓式 主要是要傳遞參數給韓式 那什麼時候要傳遞一顆星星的 什麼時候要用一顆星星的指標變數 來接收資料 什麼時候要用兩顆星星的指標變數 來接收資料 你今天如果是傳遞 你今天如果是傳遞 你今天如果是傳遞一個一般變數的位置 給韓式 一般變數的位置 比如說你宣告一個INTA 宣告一個INTB A跟B這叫一般變數 你如果要傳遞一個一般變數的位置 給韓式 韓式就要用一顆星星的指標來接收 你今天如果是要傳遞一個一顆星星的指標變數的位置 給韓式 韓式就要宣告一個兩顆星星的指標變數 來接收這個一顆星星的指標變數的位置 聽懂了嗎 以此類推 如果聽懂你的人都二賣就通了 但是會不會寫來是其次啊 對 你們的搭的學長 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問題 好問題 因為 在很多比較複雜的 的這個演算法 比如說像Tree跟Graph 他都是用所謂的這種 在 這種結構 一種一種結構 這個結構裡面含有 含有這個 同樣結構的變數 你想想看嘛 一個Tree是什麼 一個Tree是一個Node 接一個Node 接一個Node 那Node跟Node之間有一個蠢星星 就像那個有一個蠢星星 這個蠢星星呢 就是用指標來連結 那一個Tree 它就是一顆 一顆樹 它本身就是用 用類似我們所謂的這種 LinkedList來做 那這個都是用的非常龐大的指標變數 非常多 沒有關係 如果不會達二技的修資料結構 老師開的 保證你打通你人度二慢 好了今天我不想今天講的好累 謝謝